欢迎光临 是谁挑选 欢迎光临 谢谢 种花有神功 好可怕 好可怕 我们已经注视你们好久了 我是影子老板 谢老板 我是影子老板 那老板 那不算 为了贯彻 派世界的无限 不循环 我们今天带来了 六位影子选手 对你们进行踢馆对决 如果影子挑战成功 它将有可能替代 你在派世界的位置 我们将继续观察你们 直到锁定最终的 对决人选 最终被锁定的人 必须接受影子的一对一挑战 不要选我 我有魔法 你会很惨的 就是一个不喜欢被选 只能我选你 我觉得我有百分之一百的胜率 因为我唱的是五百的胜率 因为我唱的是五百 再打一遍 这个梗好像很好笑 我觉得我有百分之五百的胜率 因为我唱的是五百 我觉得我应该是要被突袭的那个 我想对我的对手说 千万不要小看我 那你会想过一个会是什么样的对手 我觉得节目组找五个人来 那这五个人 绝对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比如说知名度很高 已经拿过很多套的奖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吕强阿慕 我不是会闹狠话的人 好了 心里收好 还有 音域特别宽 我叫曾正尼珍 唱到嗨艺对于我来说 蛮轻松的 还有 原创特别强 那种很有表达的音乐人 我的名字是Ivoris 来自澳大利亚 或者是 跳舞特别强 他唱跳的过程中 能够气息很稳那种 大家好 我是吴卓凡 我是一名唱跳歌手 大家好 我是新青年派青年陈乐依 那老板好 人都到齐了 老师好 欢迎各位 等候你个多时了 我是你们的影子老板 老板好 接下来请每个人 在这三位当中选一位 打电话叫他回来 龙蕴竹八票 童语八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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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爱都的排名 更多的就是你 童语 祝贺你 童语 我是真的那个大英文泽 你等于又回来了 对 我又回来替他 你要回来 夺回属于你的一切 英文泽 你好 你好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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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好 大家好 请坐 请坐 我今天是各位的情报员 你们可以叫我水总 首先六位影子的歌手 你们面临的挑战 还是挺严峻的 所以为了让游戏更加公平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所以我在这里面 我跟娜老板 跟谢老板 内部给大家提供一些情报 趁着我还脑子记忆好的时候 也不知道那些踢馆的人有没有互相出谋划策 他们说不定会要被调 腿黑素那个 很范很酷 他会跳舞吗 让他低调的 很有型 很有型 这个是那个带京剧的 他的歌就是很有张力 然后唱功也比较多变 可以再斟酌斟酌 这是谁沙丁 沙依廷 沙依廷 他自己生活室演 但是开一场爆一场 那没事了 不选了 冲一冲 他说他是尾摇滚 是那种土摇吗 不要 最高分就是他了 第一场 八百多分 他的专长是唱歌吗 创作 有点怪怪的小趣味 但是很特别 但我觉得他不是适合你的影子 你想好了吗 我想要不就玩个大的 因为我对自己的作品比较自信 很厉害 而且他是自己写歌 我觉得音乐和音乐上的一种较量 这种尊重 就是拿出最好的东西来 死而无憾 对 是 我也是这么想 因为第一轮我就是头铁 风浪越大 鱼越轨 要调就调大头 各位选手 我们收到了谢老板送来的爱心点心 请你去领点心 延安 去整点好吃的回来 让我们品鉴品鉴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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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下面有纸 任务卡吗 是吗 不好意思 最终轮你被影子选中了 OK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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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士超高 影子选手的秘密 就在密室中 祝你生日快乐 请独自前往密室 进行验证 可能出舞台的确还是表现的不太好 我觉得我好欺负宣王 欺软怕硬的家伙 死定了 提出你内心最困惑的三个问题 我第一个问题是影子是谁 我是你的影子 你是说的不是对白说吗 你是你 你的声音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呢 你几岁了 我三十八 你哪里人 我富兰人 延安 啊 富兰人 你的三个问题问完了 我问完了吗 三十八岁 富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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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我就是 赤师傅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这儿 其实说实话我真的很热爱这个舞台 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一场翻身仗 没问题没问题 大家就该厮杀还是得厮杀 一定一定 影子选手锁定 已完成 请离开密室 前往二楼一号训练室 出来了出来了 为什么这么沉重啊 对手是谁 我不是那么的在乎 我很明确知道 我自己有 我属于我自己的优势 你这次一定要赢下来 我可以 什么意思 他就去表演了 见对手了 肯定是 焦虑 好恐怖 被未知的东西选中了 你想好了吗 你是什么类型的 我唱跳类型的 唱跳的话 这个就是比较偏唱跳 它有点小律动 其实可以打他 下一位幸运而序 是谁呢 好可怕